是 虽然她说人生赌一把 但她其实是用脚踏实地去下赌注的 只不过有人也会说 老天爷怎么给我的考验特别多 那么接下来这位老板娘 她就真的没有想到 她跟先生好不容易 便手知足一起拼出来的面包店 正要享受成果 但是一戏之间 先生突然过世了 而接下来的人生智慧 则是老板娘花了好一番功夫才体护的 为了撑起面包店 先生过世后 张秀春里里外外的忙 庆幸的是 还有这些待了二三十年的老员工帮他 我还是跟师傅学的 但是师傅是我先生教的 先生当年的徒弟 以尽得他真传 留下他的味道 厨房一天要出五六十种面包 但每回做到非绿冰面包这一种 张秀春就充满回忆 百吃不腻 你看我吃了大半百的年纪了 才是那么爱吃 直到现在还是每天都吃 简单的味道里有他曾经的甜蜜 这种圆形外酥内软 由牛奶鸡蛋做出来的面包 从长条面团铺满葡萄干 在卷折分割 先生没有告诉过他 菲律宾面包是不是从菲律宾来的 不过两人的相识 确实由此开始 那因为我很喜欢吃面包 所以我就天天去光顾他们的面包 那有一天我就发现我要吃的面包 怎么两三天都买不到 年轻时张秀春在诊所当小护士 隔壁的隔壁有家面包店 他天天去光顾 每天买的就是菲律宾面包 它有像早期的苹果面包 那苹果面包在我小时候是很常吃到的面包 因为它比较物美价廉 也因为菲律宾面包是他在每天飘出香味的面包店里能买得起的 张秀春出生在不富裕的家庭 父母的日子并不好过 家里孩子多 出生十几天 张秀春就成了别人家的养女 养母家环境虽然好一些 不过 弟妹陆续出生后 一盒客人送来的饼 让她许下心愿 她就说 哎呀 你是大姐姐 你就把饼 让给小弟弟妹妹吃 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境比较清寒 那妈妈就说 你既然这么爱吃饼 不然这样子啦 你长大的时候 要不然你长大就去嫁给你做饼的 你就会有吃不完的饼 真的记下了养母的话 对未来人生许下心愿 后来养母因病早逝 张秀春为了报答恩情 接手照顾弟妹 没有继续升学 18岁就去了诊所工作 小女孩的心愿 一许十多年 也真的因为天天买菲律宾面包 和面包师傅结了缘 这时候呢 这个饼店的老板 就介绍了师傅给我认识 说这个护士小姐 很爱吃你做的 这个菲律宾面包 那也因此 我跟我先生就认识了 他几乎都是用面包追我的 因为他吃到很 卖面包跟土白 那个又会做面包 又会做饼的师傅 好像就是张秀春要找的人 爱情和面包都有了 而且他还很有远见的 规划好两个人 共同的未来 但是他很聪明 他就跟我说 去当兵这段时间呢 你要去面包店学固店 因为他已经 他已经期许自己会开面包店了 过去面包店的时候 我发现说 哎呀 张秀面包好像就是我 与生俱来的 就懂的 因为我会介绍嘛 因为我知道面包好吃在哪里啊 饼好吃在哪里啊 我会讲啊 遇到对的人 张秀春觉得自己的天分都被开发 三年后 先生退伍 两人结婚 创业开店 日子过得又忙又顺利 民国72年 那个时候我们经济起飞嘛 就很好做 那个生意是很好做 我们一开店生意就非常好 也非常忙 我甚至都打地铺的 都睡在地上的 因为没时间回家睡觉 就隔天六点 五六点要做很多 摆个三明治给客人 夫妻俩的生意 就是这样打拼出来的 陆续买了房子和店面 又开了分店 两人分工合作 张秀春馆店面 先生在厨房里忙 研发出他最自豪的寿陶 是不加一滴水的 就是用鲜奶去 就是餐 放鲜奶的 所以先生吃了以后 他说我们这些人说太好吃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寿陶 叫做吃鲜奶长大的寿陶 那也因为这个寿陶 他就在我们基隆的有限公司 做了一个广告 其实这个广告 每个月要花五万块钱 大手笔花广告费 当时在基隆 还是第一家这样做的面包店 只因为老板对自己 不加一滴水 只加鲜奶的寿陶 实在太满意 那时候刚好正逢母亲节 那他就说好 那就买蛋糕送寿陶好了 就有很多人很讶异 就说现在这个成本都提高了 你还送这么 用鲜奶做的寿陶给客人 先生说好吃比较重要 让客人欢喜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要把力量摆在最前面 这是一个这样子在做生意的 先生用料大方又实在的生意金 果真让生意越来越好 分店一家家的开 开了五家分店后 人手陆续增加 两人多出了时间 时常出国到处玩 张秀春也不需要天天去顾店了 先生指示他年轻时辛劳 往后的日子 只想让他无忧无虑 那有一阵子我几乎好像没事做 我就都挖在家里 挖在家里就一直看着那个电视台 就看购物台 所以我那时候变成购物狂了 就有点像是 只要看到是适合的东西 我就非买不可 那时候的欲望是很大的 闲着没事疯狂购物的日子 张秀春甚至一年 就在购物台花了上百万 想象中幸福快乐的日子 应该就这样过吧 努力打拼出成绩的夫妻俩 享受人生成果 那直到八年前的一个晚上 我先生告诉我说 我们明天要搭高铁去高雄 那你要早点叫我 没想到隔天早上 当我想去叫醒他的时候 他已在睡梦中辞世了 这个打击其实 让我很无法接受 无常来的措手不及 张秀春接受不了 无心在管面包店 天天哭到送急诊 情绪激动犯了高血压之后 张秀春又为走不出悲伤 转网求助 心理一时 自己生就说 其实你有电 然后有房子 那你就可以去环游全世界 我心里想 不对啊 环游全世界就可以改变我的心境吗 所以我就没有尊照着 这个心理医生的说法 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不行 这是我跟先生的一手 创造的一个事业 我必须要再把它维持下去 必须要再把它延续下去 反而是医生的话敲醒了他 他没采纳医生的建议去环游世界 却回过头来想起了 先生虽然走了 两人曾经共同努力的心血 面包店却还在等着他 牵着小女儿和婆婆走上红毯 张秀春召集了所有员工 为面包店的28周年 办了一场感恩餐会 向大家宣告 他要好好回到店里 再和大家一起努力 一幕向婆婆磕头表达感恩 承诺会代替先生 继续照顾这个家的画面 更是感动了现场 一场晚会后 重新凝聚了士气 张秀春更走进了厨房 我现在已经不在了 那当时 他是组内的 我是组外的 因为我都是在门市卖东西的 他不要我上楼上 他说我也不懂 所以就也不用上楼了 就都他跟师傅这样研发跟制作 所有的产品 以前不用到楼上的厨房 是一种先生对他的疼爱 现在张秀春走进厨房 是他对先生的思念 但是9年前他走了 我就有一种感觉说 我好像要代替他的位置了 所以我就 也就这样很自然的 我就上个楼上 开始跟我的师傅做沟通 在张秀春走不出丧肤之痛的那一年 面包店的生意 确实大受影响 他先放回面包店 三年前金牛师傅建议 店里有了新产品 因为我很会吃饼 所以我就跟他说 可能有些地方要稍微再调整一下 张秀春帮着师傅一起研发帝王酥 用麻薯先填进夏威夷豆和奶酥馅 外面再包上豆沙加蛋黄 第三道外皮是油酥加油皮 层层包裹住馅料 吃起来有好几道层次的口感 那我从不会做到现在可以有这样子的 就是说这个速度可以把这个产品这样子呈现出来 也多亏师傅啦 他们教导有方 那再来呢中秋节呢 因为饼量很大 所以我也因为熟能生巧了 因为每天要包好十万颗的帝王酥 那自然的啦 这个锁就灵巧了 三年来帝王酥帮张秀春找回了好生意 虽然没有了先生参与 但却依然延续先生当初的理念 那万丹的红豆是重所皆知 它是好吃的嘛 但是它价位会比较高 那我也是以着先生的那种 说哎呀我们做东西一定是要好吃第一嘛 所以我也就不计成本的去用了这样子的红豆 那你说我们的奶酥馅呢 我们也是用进口的奶油 我大可用便宜的奶油啊 可是因为要好吃 所以我也不去算他的成本 还有一件事 张秀春也记住了先生走前的话 要帮他完成 他走的前一个月 他有跟我说 我们赚事件才要布施 可是这二十五年级 我们都没有布施啊 是因为他讲这个 结果他隔下隔月他就走了 八年前先生奏事让他感悟人生 当初为了走出忧伤 加入慈善团体 这几年张秀春经常带着自家的蛋糕面包 出现在社福机构 来我们要吃蛋糕咯 我们人啊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你是什么都带不走 所以也 也打醒我的 敲醒我的 就是说 当你拥有的 可以在你有生之年 你去付出个需要帮助的 很多人需要爱 那我们被局限在一个小情小爱里面 我们会走不出来 还是很想念先生 但也发现有更多人需要他的爱 于是张秀春挥别物欲 几年来陆续将面包店的营收 捐出上千万 转年之后 还依然是个 有爱有面包的幸福女子 人生不见得都照自己的意思走 但你可以设法调整自己 走得更精彩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带您看的这个家庭 种仙人掌 冷门农业 但也走出精彩的风景 你种仙人掌 你的情绪给他看看 你生气 重一点 自然你就被扎到了 你对他凶没有用 他就硬邦邦地刺 你要怎么试着 像你那个羊毛一样 要顺势地理